前沿球场有输赢,球场也有故事,腾血体育中国足球推出少五茶栏目,讲述足球的故事,给球场加点料,强远加盟,2018赛季的国安,以14轮不败斩获中抽半成冠军,永远中第一的口号这一次不再是空谈, 时隔九年这支玉林军,能否再度捧起冠军奖杯? 下午茶第五十五期,为您讲述国安征冠的故事,转文避嫌2018年8月5日,国安和鲁能打响绑守大战,而金鲁大战也意味维守大战,上一次则要追溯到2009年的8月30日, 只不过当时的鲁能高居榜首,国安位列第二,在那一次虽然双方一道一握手颜和未能翻出高下,不过国安那个三季最终夺冠,九年后双方再次打响绑守大战, 明明之中国安又要圆梦,喊出永远争第一,却成就国安年生花运,1995年的1月份,时任国安董事长王军在董事会上表示, 搞比赛吗?就是永远的争第一,不争第一算什么经济项目,从此永远争第一就成了国安的口号, 随着想撤国安主场,无论是公体还是一度暂时的风起,先蒙谈,但1995赛季, 却是老国安球迷乃已万华的一年,那时候的国安重心云集,小宽领达拔风一脚A赛场, 然而那一年的冠军却归属生花,小快银没有干过十根宝子抢帝文,前场进攻美如画, 但房线用如定的话来说,有点豆腐扎工程,对于生花的夺冠, 国安销下自然不服,老帅金之谣就将那一年称之为国安年, 生花运,意味着国安的美丽足球赢得了认可,但缺乏一些运气被生花拿到了冠军, 当然,国安年生花运的说法,也与当年国安在公体接连战上了AC米兰和I3那两只世界境律有关, 公体不败,也是从那一年开始,成为中国独养的热门词语。 从1995赛季开始,国安一度是中立球迷的主队,不过这些已经是老黄历, 无缘甲A冠军,足协杯三度弥补英亥1995赛季, 错过拿到甲A冠军的最好机会后,随着万达亨扫甲A赛场, 国安更是与顶级连赛冠军无缘,不过在足协杯赛场, 国安迎了京城球迷的冠军梦,1996年的足协杯, 国安决赛四比一大胜未免冠军济南泰山鲁能, 首次捧起了冠军奖杯,1997年,国安又在足协杯决赛, 中二杠一立刻死敌生花,未免了足协杯冠军, 而自国安以后,即便强如万达时的鲁能、恒大, 随后都未能复制这样的壮局,国安成为职业化以来, 第一支未免足协杯冠军的球队,甲A末年, 国安又在2003年的足协杯决赛中, 以三比零击败使得,第三次捧起足协杯冠军, 在足协杯的历史上,国安的成就仅次于五次捧杯的鲁能, 也让与邻军始终有足协杯情怀, 而三次多得足协杯冠军, 也迷雾了国安从未燃至国家A联赛冠军内遗憾, 以足协杯冠军的身份, 国安又先后在19、98年和2004年年朱利亚万达和申花, 两次获得超大杯的冠军, 值得一提的是, 从1996赛季的假日一开始, 国安从未进入过前两名, 1996赛季被万达、申花、 巴伊利亚几位列第四, 1997和1998赛季获得继军, 1999赛季仅位列第六, 在祖基辽桥湖成就鲁能, 成为当年的经典, 2000赛季再次位列第六, 2001赛季掉到第八, 2002赛季终于回涌, 但和深圳同分的情况下, 在抽扑克牌时不走运接拿到几军, 假A末年, 由于没有升降级的压力, 则是直接调至第九, 由于当时仅有15支球队, 这也是国安史上的最差战绩, 早整个中超为奖, 国安2009赛季中元末2004赛季的中超元年, 国安几位列第七, 2005赛季排名提升一位拿到第六, 2006赛季则成为继军, 但与冠军鲁能之间有20分的差距, 2007赛季的风替雨夜, 是国安球迷永远难以忘怀的一幕, 第26轮被亚太一比零击败, 最终以一分之差距居亚军, 随后的一个赛季, 国安成绩下滑一位调到第三, 不过李章珠2007赛季, 未能率领国安人的顶级联赛冠军梦, 在老帅洪元朔会向实现, 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, 洪元朔接过国安教编后, 帮助于林军2009赛季, 首次登上顶级联赛的冠军领奖台, 不过比起夺冠, 当年还发生过前身滑投资人朱俊号召整个周, 抄阻击国安的插曲, 现在是个男人都会去阻击国安, 我想动员剩下与国安, 还有比赛的九支球队, 我们一起来对抗国安, 我们这九支球队, 一个个去拼他们, 虽然朱俊后来否认他是针对足鞋内顶冠军, 从而号召整个中超阻击国安, 到可见于林军2009赛季夺得冠军, 有多么的不容易, 从1994到2009, 尽管有三个足鞋杯冠军, 和两个超八败冠军入兆, 但顶级连赛的冠军, 终于让国安寒了十几年的永远中第一落到实处, 看好屡遭打击, 囊中羞涩, 无力争冠2010年的未免赛季, 国安的成绩一落千丈, 直接掉到了第五的位置, 甚至连一张亚冠入场圈都未能获得, 2011赛季, 随着恒大的道来和崛起, 国安更是沦为坎坷, 除了2014赛季将冠军悬念拖到末轮, 以及2015赛季一度遇上岗, 恒大和鲁能并驾齐驱败, 国安从未看到了夺冠的希望, 甚至在足协杯这条战线, 最好的成绩也就是杀到四强, 北京媒体从2011年开始, 几乎年年按奋恒大事告着金元足球才统治中朝, 但讽刺那几年之后, 随着整个中朝都开始烧钱, 北京媒体的论量又是话崩一转, 变为了好的外源一定很贵, 但也一定很实用, 话里话外的意思, 是国安要花钱才能有作为, 只有花钱才不会出现偶尔阻击恒大的荧幕, 只有花钱国安才能复制2009赛季辉煌的荧幕, 然而中信已经不需要用国安来作为自己的一张名片, 只要球队还在顶级联赛, 还能偶尔冲击亚冠司格, 想让自己增加投入去冲击冠军, 门都没有, 前国安俱乐部领域董事长罗宁, 成为前几年屡路最多的投资人, 屡屡给球迷派出空投支票, 却永远不去兑现, 而某是凭公司的进入, 一度让国安球迷欢呼雀跃, 然而2016赛季成绩的大幅下滑, 却让国安球迷再次感受到被骗的滋味, 但低谷没有维持太久, 随着中鹤的到来, 国安球迷终于迎来了曙光, 经路对决又成帮首大战, 冥冥之中国安的圆梦, 2009年8月30日, 中超第二十轮, 国安主场迎战鲁能, 赛前, 鲁能以32分领跑, 国安31分排在第二, 今夜通缉31分, 但因本竞生球的原因持续第三, 正是国安和鲁能上一次打响防守大战, 不过那场比赛的结果, 但贵京和山东球迷都极为失望, 韩恒第30分中即位鲁能取得领先, 但第80分中国安由周挺利用点球板平比分, 经路防守大战1比1战平, 而夜夜是在那一轮客场3比0大胜场杀金德, 从而立34分超越鲁能和国安, 登上了几分榜防守的位置, 不过那一年后来的故事球迷们都乱熟于心, 李章珠不甘心的离开国安帅位, 红元朔接棒后, 帮助玉林军实现了顶级联赛的冠军梦, 九年后, 又是在攻起, 又是京禄防守大战, 只不过这一次是国, 阿姨领头羊的身份面对排名第二的鲁能, 似乎冥冥之中历史, 又要轮回, 出现京禄大战演义为防守大战, 国安就有希望最终在塞进莫夺冠, 当然,九年后的中超环境, 已经与当年有着天壤之别, 2009赛季的二十轮过后, 前六名球队之间只有四分差距, 前十名之间也只有八分差距, 老只球队稍微发力就能甩开竞争对手, 而如今国安想成就梦想, 恐怕难以逆波流甩开鲁呢, 上岗与恒大, 除了中超争冠之外, 足鞋杯赛场国安也杀到了四强, 同样看到冲冠的希望, 只不过三次品尝过足鞋杯冠军的国安, 更希望荣誉贵中再添一座顶级连赛冠军的奖杯, 半城冠军约等于冠军, 国安真挂路刚走一半中超时尚, 半城冠军最后夺冠的例子比比皆是, 此前十四个赛季的半城冠军, 只有两只球得出现意外, 这也让拿到半城冠军, 的国安吃下了定心丸, 但不要忘记了, 上仗少赛一轮的情况下, 国安还占便宜, 做完了领头颜位置, 北京媒体可求的好玩员一定很贵, 但一定好用, 国安今年一下子就引进了两, 把坎布连19轮进球, 比埃拉川设巨佳, 加上中信给中和留下的奥古斯托, 国安的外援配置不逊色恒大, 上岗, 而且去年的夏天, 国安已经被羽筹谋引进了索里加洛, 请来了施密特, 让如今的国安有了一套冲冠的班底, 但所谓行百里这半九十四强争霸的情况下, 半城冠军远说明不了问题, 上岗, 恒大只剩下单线作战, 会有势头极其明显, 萨成刚或半领先优势只有一分, 国安随时有被盖下领头羊宝座的危险, 今晚与鲁门一役, 就是国安冲冠路上的第一战, 拿下证明国安的确有冲冠的实力, 但拿不下未来十四轮还有机会, 此前十六年等来一个顶级连赛冠军, 这一次才刚刚过去九年, 或许今年即便无缘, 明年还会卷土重来, 相关推荐CM免责声明,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